二千年后,萧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思来者 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功,史记 好,今天是讲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李将军鼎鼎大名,大家都知道一提姓李 张军就会想到李广,但是其实 我也有讲过,在介绍唐诗里有讲过, 惠青不败犹天行,李广无功 元素姬,李广其实从来不是 大将军,从来不是统粹,都是纪路兵马 里面的一路,但是他是 非常出名,如果讲好打的将军, 那些人很容易想起李广,而他的 他的家人仍然有一传奇, 其实我讲悲剧就是讲李广这家人的 传奇,因为他有个儿子, 叫做李錦,我们后面就会有讲, 然后他有个孙子叫李令,这个李将军列传, 主要都是这三个人的故事, 李将军讲者, 龙西成几人也, 龙西成几人, 这个是妄族, 其先约李信,李信是谁, 李信曾经自负勇敢, 曾经在秦国的时候追到太子丹, 后来就是打错过失败的那个, 巡视违章, 逐得太子丹, 抓到太子丹的那个, 故怀里, 以前就住在怀里, 骰承几,搬去承几, 港家世世受射, 是射箭很厉害的, 孝文帝十四年, 匈奴大入宵关, 匈奴大举入寇, 而港以梁家, 即是他不是蒸回来的兵, 是自愿重兵, 以梁家子重兵, 重军激湖, 用线骑射, 李港是以射箭出名, 杀手老多, 是斬了很多首级回来, 为汉中朗, 做了汉中朗, 港重帝, 他的唐弟弟李塞, 易为朗, 也是皇帝的侍卫, 加为武骑尚士, 武骑尚士, 就是负责保卫皇帝的骑兵, 日八千石, 八百石, 八百石都不错了, 上重行, 曾经跟过皇帝, 有所陷截关及格猛兽, 那就是这个, 有所陷, 應該漏了个字, 有所冲陷截关及格猛兽, 他冲锋陷阵很厲害, 可以和猛兽打, 而汉文帝看到他这样就说, 息负子不宜是, 你生在我这个时代, 这么好打是没什么用, 如令子当高帝时, 如果你早生二十年, 在汉高祖的时候, 曼户后起足道哉, 封曼户后容什么, 你这么勇敢, 这么好打, 及孝景初立, 到孝景帝初年, 港为龙西都尉, 龙西的都尉, 骰为骑狼将, 升将军, 吳楚时, 港为萧骑都尉, 萧骑都尉就是带冲锋的骑马队的指揮官, 从泰卫阿夫, 跟周阿夫, 激吾楚军, 取旗, 是夺取了敌方的旗, 显功名, 枪吁下, 于是就得到功名, 这个时候他, 但是他就不幸運, 他那时候就帮梁军协作, 就是梁国, 我们不是说过梁国有份打得这么不错, 七国之乱, 梁孝王就是景帝的弟弟, 梁王,梁王一听他这么好打, 就受港将军印, 封了将军印给他, 谁知道回来, 想不幸, 不认的, 梁孝王封他做将军, 汉朝不承认, 骑为上谷太寿, 于是将他, 其实就簽了他的官, 升了官, 到上谷太寿, 匈奴日以合战, 匈奴日日都来, 他日日都跟匈奴打, 这些当然不是大规模, 小规模, 典属国, 典属国就负责, 和那些附属国家来往的外交事件, 属于礼部, 公孙昆邪这个人, 为上一弱, 去汉景帝都哭了, 你讲才气, 天下无伤, 你讲那种好打法, 勇敢法, 天下无伤, 智库其能, 他似着自己好打, 素羽露敌箭, 次次匈奴進来, 他就親手去和匈奴打, 打将军难免镇上亡, 終於一日他会死掉, 恐怕会死掉, 浪败了他, 于是乃骰为上郡太寿, 将他调去做上郡太寿, 后港转为边郡太寿, 骰上郡, 其实一连串他都是做地方官, 而那些地方官都是在匈奴边境, 上为陵西, 北地, 雁门, 代郡, 雲中太寿, 这些全部都是在匈奴附近, 因为那时候匈奴没有大举入侵, 但是匈奴不停, 游骑进来抢, 是天天都遇到匈奴, 加以历战为名, 是以能够打出名的, 匈奴大人入上郡, 匈奴大入上郡, 匈奴比较多一次冲入上郡, 天使使忠贵人, 重讲勒习兵击匈奴, 天使使忠贵人, 其实应该是指一位太监, 重讲, 看你讲如何, 勒习兵, 看你讲如何打仗, 去打匈奴, 那忠贵人就学你讲, 忠贵人数十, 他就带着几十个骑兵冲锋, 出去, 就是冲出去, 见兴奴三人, 见到三个兴奴, 几十个人欺贵人三个, 雨箭, 就上去冲出去打他, 三人还射, 三人翻过头射他, 射了这几十个人, 伤忠贵人, 就射伤了太监, 杀奇奇, 扯进, 跟他冲锋的人差不多死了, 这个忠贵人走港, 回来, 就走回去李港那里, 跟李港讲弱, 是必射雕者也, 这三个人这么厉害, 一定是匈奴里面那些射雕的高手, 射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因为那只雕在天上还会飞, 飞得很高, 所以你射到雕的人, 是一些专门的, 打猎很厉害的人, 而且是射箭很厉害的人, 说,好, 李港说我帮你报仇, 乃遂从百企往迟三人, 帶一百个骑兵去追这几个人, 三人亡马步行, 三人没有了一只马, 可能一只马被他们射死了, 就走, 行数十里, 走了几十里, 港令旗骑, 港叫那些骑兵, 把左右翼, 两边包抄他, 但是不是靠人多打他, 李港自己去跟他斗射, 李港自射给三人者, 于是李港一个人去跟三人斗射, 杀其人射死了两个, 生得一个人捉到一个, 果凶奴射雕者也, 果然是凶奴射雕的猎人, 以博之上马, 已经绑住了这个人, 怎知道, 看凶奴有数千骑, 有几千个骑兵来, 看到李港, 以为有骑, 以为李港是有敌的兵, 街巾, 突然遇到汉军有一百个人, 他们都很害怕, 这一百个人做什么呢, 上山陈, 即是上山列阵, 布了阵, 港自百骑, 当然是大好, 跟你说这一百个骑兵很害怕, 浴池还走, 想转身走, 不去大军数十里, 我们距离大军是几十里, 今如此以百骑走, 如果我们这一百个骑兵寧身走, 匈奴追射我立尽, 匈奴看到我就会追我来射我, 几千人乱战而下, 我们就会死了, 今我留, 现在我留在这里, 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友, 匈奴以为我特意引他们来, 而有大军在后面, 必不敢击我, 就不敢来攻击我, 港令铸其若迁, 不但不退, 还带骑兵向前, 前尾到匈奴镇, 距离匈奴镇二里所, 两里那里, 止停, 令若下马解安, 还在下马解安, 表示很悠閒, 奇奇若, 跟他那些人害怕, 老多且近,又多又近, 即有急奈何, 如果他们冲过来那一刻, 安都没放得及, 别人就来到了, 很危险, 港令, 彼路以我为走, 他们估计我一定走, 这些匈奴兵, 金阶解安以示不走, 现在我不是, 我反过来解了马安, 马安短期内不能走, 于是他们一定要觉得怀疑, 用坚其意, 他们估计我是有敌的, 因此他们更加会坚切地相信这件事, 于是狐騎遂不感激, 那些狐騎不敢进攻, 在想, 好了, 不但如此, 李廣还要去挑衅他们, 有白马将, 有个骑白马, 出狐騎兵, 冲出来前面, 李廣上马, 李廣就上马, 与十如騎, 冲过去奔射, 杀狐白马将, 冲上前面, 杀死了这个人, 而復環至其中, 回到他们的骑兵里面, 又解个安, 令氏, 当然是纵马俄, 那些士兵全部在地一份, 事时会暮, 那时候日已经黄昏, 胡兵忠怪之, 胡兵都觉得很奇怪, 不敢激, 不敢去追击他, 夜半时到夜晚, 胡兵以为汉有, 伏军于旁浴夜取之, 夜晚, 难道有兵在旁边, 想偷襲我, 胡家引兵而去, 那些匈奴还退了兵, 平淡到早上, 李廣乃归其大军, 李廣才回到他的军队那里, 大军不知讲所知, 大军不知道李廣去了哪里, 顾佛松, 因此没有来保护他, 好, 这节到这里,